台湯電子公司的當事長和副當事長 也在這歲半年中的時刻 用自己的名字來關懷中花期 78號的特殊勸入家庭 問一號2000塊的外門金 願為經濟困難的六四家庭 多來幫忙 請問您這個現場的辦法感謝 真讓台湯電子感謝企業的愛心 民眾對茶用電子請經理秋頭 再過外門金 每一個民眾都尊重感謝 這間企業送給他們的外門金 電子請中經理王寶雍標誌 大叔長一直是很會開社會 關懷社會的愛心 他們家就再到春節點點 中藥這裡 都會基盤上關活動 請坐 祝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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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過年又快到了 然後總是像這幾天都是很寒冷 讓人家更覺得很需要溫暖 只要有一點點陽光 那大通電子就是我的父親母親 我們的董事長副董就是因為 就是 年輕的時候也是有這種苦嘛 也有受到人家的點滴之恩 所以希望在不管在端午節中和節或過年 都希望說送上一點點溫暖 其實只是一點點心意 然後感到我們能夠繼續做 大概將近30年 要要要 然後也希望社會多一點的關懷 然後安慰這個角落 黑暗的角落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很溫暖的 我們彰化也是非常溫暖 希望大家能夠平安 然後新年快大的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祝福吉祥 每天要新開運通福就來 中華市劉苗市 這筆錢可能對一般家庭來說沒有多 但是對這筆錢的家庭來說 不僅是這筆是一個幫助 更可以讓社會感到一些溫暖 歲末年終的時候 我常常喜歡提醒大家 一定要懂得感恩 而且要知道歲末寒冬 要懂得去寒冬送暖 只有這樣子呢 你還會覺得你是很幸福的人 你是很滿足的人 所以歲末感恩寒冬送暖 會讓你的生命更豐富 會讓你的智慧更開通 我非常感恩大通電子 一直在秉持他的家父家母的這個道德 已經在我們彰化市行善二十幾年了 在歲末寒冬的時候 送來一股軟油 給我們自強婦一個紅包 讓他們有感受到喜樂過年的氣氛 真的非常感謝大通電子這一家 非常優質的一家傳統電子業 但是他們所得道德 所得福分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學習他們的精神 記得去關懷別人 關懷別人不要到家裡就要開情 你只要去關心 你就會覺得我們比一個幸福 我們應該要紐爭 所以這種 當你有這樣的智慧 你做事情就會很順暢 就會得到福報 春節久不久了 有很多小小家庭和民眾 需要大家的到三天 才能跟大家過一個文心的家庭 就好市長林社群 就好有企業 能跟這間車用電子像一樣 用精神優勝的台東回饋社會 新中華新聞裡面 弘中華 蔡宏伯德